我們今天人在台北天埔城市繞圈賽 就是96聯賽裡面很少數很少數有機會在台北是封路然後的這種繞圈賽 以往可能在台北要看到這種比賽只有環台賽才會看到在新義區封路 但這邊呢現在是在天埔運動公園 就是在我的學校旁邊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一個算是方形的一個賽道 那一圈大概是兩公里 目前在比賽的這一組是M30 然後他們有大家可能比較認識的有李四 然後K2還有一些精英的半職業選手 然後這一隊目前他們要肉行八圈 應該大約是16公里左右 你都降其他人了 那你為什麼沒有比 因為我跟你講我本來很想要來比 但是第一個考量 我黃金海岸花了很多時間準備 所以避免受傷 第二個是我年齡竟然只能參加 他就是30歲以下23歲以上的這個精英組的級別 精英組的級別要跑15圈 總共30公里 我覺得我來這裡跑那個組別是會被電爆 尤其那組的對手是有馮俊凱的 那我們現在看的這一組是一般市民組 其實只要不是精英組都是繞行八圈 總共是16公里 精英組就繞行15圈 但現在強度其實蠻高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 看他們過彎 那個風壓超大的 現場間距離看 我剛剛問了 就是剛剛上一趟的選手 他們過這個彎 均數大概都是50耶 是很可怕的 然後這個路線呢 他繞行一圈 雖然是M字形 就是正方形 但他其實在其中一個彎角的地方 你要先有一個 大約應該是不到100公尺的 蠻陡上的爬坡 那我覺得那邊可能是一個小小的分裂點 因為一上坡完右轉 又接下坡下來 可是其他路段 其他的這個M字形的這個邊 就幾乎全部都是平路 所以整體我覺得有可能改變戰術的地方 可能就是那個地方 那像剛剛這一組是只有三個偷跑的 一路就到終點了 哇 李思琦剛剛感覺怎麼樣 我們在旁邊看那個風壓很可怕 蠻爽的 我覺得在這個城市裡面比真的 我覺得還不錯耶 氛圍蠻好的 因為我們剛剛就在想說 以台北來講 好像只有環台賽 有這種風路然後繞圈的可能 你有比過類似的比賽嗎 呃桃園在大園國中有繞圈賽 但是大園國中畢竟沒有那麼四驅 他已經很郊區了 對 所以繞起來的感覺有點像約騎自己練車 但是在這裡繞起來是很有競賽氛圍 因為有看到很多的三角錐嘛 然後又有鐵柵欄 然後又有鐵柵欄 把他圍起來 就有點尾選手的感覺 那種氣氛很好 那你覺得 因為我們有 我算是在地 在這邊很久的 是是是 讀書什麼 然後有一段 是不是有一個小上坡 接下坡 對對對 我在旁觀著看 那邊是不是比較容易有一些小組 就是拉開來的可能 還是哪一段是主要攻擊賽 那邊其實是最容易製造 就是gap的地方 因為不管是爬坡用力 還是下坡利用技巧 帶一個速度差 對 要嘛 你靠爬坡很大力先拉開gap 讓後面的人想去追你 對 那就會製造 那個拉扯跟間斜 或者是下坡 因為他的下坡是 是下坡接一個急彎 所以如果你的進彎腳很漂亮的話 其實你的速度是幾乎不會減的 但是如果進彎腳太多人一起進 很容易減速 那這時候 後面減速前面是沒減速的 那後面是不是又要 又跟前面製造一個很大的點 難怪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轉彎一階直線 很多人是順順其 後面的人幾乎就要站起來抽 才追得上去 沒錯沒錯 這就是這兩個點是很好製造 製造gap跟製造痛苦點的地方 太強了 恭喜你第四名 因為我們剛剛看 前面那個小隊應該已經早要拉開 所以你應該是 第二個算主擊團的 我一直保持在前五台 因為我知道 前五台一定有人要防守 因為前三個一定有隊友 就是已經跑掉了 前五台一定會有人要防守 就是擋在前面 所以我一定要維持在前五台 至少讓速度不要慢下來 看能不能氣氛對了 讓一些別隊的想要參與我們的輪車 然後去追擊前面 但是最後還是差了大概 三、四百公尺 就是後面雖然我們有加速 但是還是太慢了 但是我就是 至少要立保說 我在主擊團的第一 所以就維持第四這樣 哇 太強了 恭喜恭喜恭喜 哇 接下來下一位是 K2 這個集團好可怕 還在喘 這個強度真的很高欸 對 但等一下 那個還有精英組的 那你剛剛騎下來感覺 哪一段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我覺得是在那個坡頂 還到那個坡 上坡接右轉下坡 那坡其實沒有很長 也沒有很累 但就是你上去 你剛去腿開始痠痠痠痠 痠到頂的時候 就到坡底了 就到坡頂了 那個不到一百公尺對不對 很短 就是一點點而已 大概就是你全程 大概就是六個檔位在跑 就是從上面屬下來第四 然後到最重的那幾個東西 一直在run 那那個坡算是 最容易拉出秒差的地方嗎 對 因為最後一圈 大家都在那邊攻擊 大家都在那邊攻擊 然後趁著下坡 然後接那段大直線 那你覺得今天整個賽事當中 你自己哪一段覺得最辛苦 因為總共只有八圈嘛 對 會有哪一段是你覺得最辛苦 我覺得前四圈真的蠻痛苦的 因為前四圈我覺得 腿還在適應那個節奏 然後第四第五圈 大家開始攻擊累而已 然後節奏就開始放緩 那個時候才開始比較覺得 可以專心看比賽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再想辦法讓自己活下來 要看一下數據 那均瓦是多少 均瓦可能沒有很高 但我覺得均心應該很高 喔 心率平均一八七 欸 超高的欸 就是以跑步來說 26分鐘大概是8到10K 是一個中距離 欸 不算中距離 就是要一定的強度 然後持續高 可是我覺得心率怎麼高 應該也高不到這麼高 維持這麼久 你們跑步的頻率是很固定的 對對對 不會忽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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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場比賽除了我們剛剛看到那種繞圈的形式 你可以看到那個背板上面 其實他有給挑戰組就是四名車友來參加的一個路線 就是比較經典的陽晶二皮 他就從這邊出發然後走行一路上小油坑 一路從小油坑下滑陽晶到北海岸 再從峰貴族回來 然後這個一圈71K 然後這其實92連賽他們有超級多站 現在這個是台北站 然後有桃園還有各個地區幾乎都有 我覺得也算是目前台灣可能算是比較指標性的聯賽 因為他有很多個積分賽制 然後不同的組別 就是你不要覺得可能只有選手可以參加 他其實還有分零組的前三名前幾名 甚至都有那個紅點三衝刺身的積分 所以我覺得對於車友來講是蠻幸福的一個系列賽事 現在已經出發的是女子組 我們要前往一個今天觀賽的重點 就是上坡那個地方 女子組我只認識一個就只有黃庭英 所以等一下我們等他騎乘結束之後來採訪他一下 也是一樣八圈的距離 我們去上坡那邊等 看看每次選手最用力的地方那個點 應該很精彩 哇 黃庭已經拉出了 5 6 7 8 大概9秒的秒差了 第二腳集團 剛停這樣過去之後 已經大概創造出了 8秒到9秒左右的秒差 其實已經拉開了 才應該是第4到第5圈 剩下一半 但看起來應該蠻穩的 因為他只要在這邊加速 就可以拉開一個距離 然後這邊 剛剛上坡大概是6到8% 一轉過來就準備下坡 下坡那邊應該也是一個急轉彎 應該也是我覺得 賽段蠻考驗的一個路段 黃庭已經過去了 應該是最後一圈了 在這個下坡90度直角的轉彎 超可怕 接下來要看到的是 整個大集團也要準備通過了 這邊有一團人 就更考驗大家的卡位技巧 在這個角度如果沒有轉好 是會外拋出去撞樹的 哇 久等了我們的黃庭 光雲媽 終於下來了 因為剛剛很辛苦 一回來就去主播 今天騎的感覺怎麼樣 今天騎的好累 我完全沒有熱身 就直接先攻擊了 你是太晚來嗎 不是晚來的問題是 是有點 好啦 睡比較久一點 沒有 其實這樣比賽也是 他沒有什麼中立拳 所以你其實在原地 起跑就已經開始攻擊了吧 對 因為沒有 第一圈 熱身圈沒有 所以出去就算八圈 九圈了 對 所以那一出去的時候 你知道 就是在比賽過程當中 其實就想說 倒個兩三圈 然後讓自己慢慢進入狀況 然後熟悉一下路線 因為沒有起過 沒有訓練到這個路線 結果沒有想到 一出發的時候 我覺得身體好嗨 好嗨 好嗨 我就開始攻擊了 然後突圍出去之後發現 沒有人跟上 我剛剛就在旁邊看說 應該是最近在備戰奧運 其實體能超飽 因為你跟後面第二集團的選手 大概差了一個二三十秒的秒差 我不確定最後終點成績差多少 但是看得出來 差距是越來越明顯 而且你就是穩穩的這樣 後面的集團是有很多卡位 不是穩穩的 我是努力的保持我 你是努力的 我看起來你還保持了一點輕鬆這樣 我在想說 其實今天是不是來約騎的 人家很虛虛 你一定要讓愛騎 哈哈哈哈 你在幹嘛 我是真的 我今天平均心跳一百七十八 喔 我跟你講我們剛剛前面採訪到的 都是平均一百九十下的 是K2跟李四 他們都是超高的 喔他們是老的 他們是老的 要嘛就是老了 要嘛就是年輕的 然後我們這種中間年齡層的有沒有 那你覺得 騎這個路線啊 就是 算有不有趣 因為我自己其實住附近 我覺得很有趣 這是我平常跑步的路線 然後大學生我都在這裡 你覺得 這個賽事 因為畢竟他十年前 辦完之後 就停十年沒有再辦過 你覺得這個路線 會推薦大家來參加嗎 我當然 只要 只要交管是非常 只要是賽事的話 我都會呼籲大家都可以來參加 歡迎大家也是多多的來參與 沒錯 因為我覺得這路段還不錯 轉彎其實沒有很危險 是嗎 你們那個身體都已經壓到這樣了 你跟我說沒有很危險 那個就像是 那個就像是你在下鳳山市的那個坡一樣 喔 你不需要什麼煞車 然後你路又很大條 然後你又可以就是 就是又是全 算是半線 全 半線三道 兩到三道的風路 可是你轉彎的話 因為你也是隔著那個人形 對不對 所以其實說實在你也是單向 也是全線風 喔 然後你在過彎的時候 你又可以繞到最外面 然後又可以切進去 然後你不用煞車 哇 好啦 下次我有機會來體驗一下 我看有沒有機會 他們讓我參加那個女子組 然後我盡可能跟上庭音 看能撐多久 撐一圈四 女子組 夾起來 我夾起來喔 撐一圈四一圈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因為這場比賽 其實它是有很多站點 然後它有衝刺王的這個獎項 所以等一下 搖鈴的下一圈過來 就是要搶分了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個進線的 你就會有最高的衝刺積分 這也算是在一堆 比較常見的賽事當中 屏幕賽段會有那種衝刺王 衝刺三的這個角度 所以等一下應該過來會很精彩 那你今天騎得怎麼樣 我看其實參與很多次攻擊或是搶分 對就是 就是讓比賽 就是不要有休息的時候 可看性多一點 對啊 欸我必須講 我在旁邊聽裁判講 大概有超過一半人都被套圈 是嗎 就是他們拉超多人下來 然後裁判大人說 快點 再慢一點 我下一圈把你抓下來 比賽會是遇到這樣的嗎 真實比賽 在繞圈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圈 還是是看時間 還是時間差多少 沒有就是落後太多一定會被叫下來 因為這個比賽才兩公里而已 基本上你落後30秒就已經沒希望了 那像你今天這個路線 跟你在日本比的那種繞圈賽比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的事情 日本的 如果是純繞圈日本的會 太多 其實很難講 其實我的感覺都差不多 我感覺差不多 就是一直在攻擊 沒什麼休息的機會 就繼續攻擊 對 耶完成比賽了 不是我完成的 是看完他們的比賽 其實蠻精彩 因為一早從7點多 一路看到10點 越高層級的級別 那個競爭是越可怕 但我覺得繞圈賽真的很好看 而且 重點就是在我家樓下 接下來直接可以看 好啦 那我們96天母戰的這個繞圈賽都已經結束了 期待下一次有機會 我要下場來挑戰一下 看我到底可以堅持幾圈才結束 我是你家長哥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可以全按鈕 可能7月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稍微騎一點車了 畢竟拼完成機 應該就比較安全一點 現在不騎車是怕有受傷的風險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